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善利文是专为饰演西门庆生的 说起年轻时候的善利文 我想起了双眼一桃花 全身藏燕谷这句话 用来形容他最贴切 不理解那就通俗点说 面对女孩子时他的双眼会放电 他和比亚乐队同时期出道 是皇家居的好兄弟 皇家居去世时他还亲自给皇家居扶龄 他还和梅艳芳有过一段感情 把梅艳芳迷得死去过来 最终却抽身离开活得洒脱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位西门庆的风流世纪 善利文出生于1959年的香港 年轻时热爱音乐 早期加入了香港重金属摇滚乐队China 和后来红遍中国的比亚乐队同期出道 彼此成了至交好友 乐队China解散后 善利文没多久 又和朋友一起组建了蓝战士乐队 同年他们就推出了专辑《永远是你好友》 可惜很少有人关注 和最初的比亚一样 善利文组建的乐队没能大火 为了解决生计问题 他进入了演艺圈发展 出演了刘振伟指导的《霸王女福星》这部影片 后来比亚迅速大火 成了香港乐坛冉冉升起的新星 善利文觉得自己不能再把重心放在音乐上 便全力发展演艺事业 已经27岁的善利文出身普通 没资源没人卖 为了迅速走红 他只能全力接戏 可他没想到 他竟然接到了风月片作品 当时他接拍了 《蓝奶才》指导的《聊斋夜谈》这部影片 蓝奶才曾指导过 《袁振侠与卫思理》 《丽王》等经典作品 拍到一半的时候 他才发现 里面竟然有大尺度的戏份 善利文内心想拒绝 可他刚出道 根本没钱去赔付违约金 只能硬着头皮和燕心叶子梅 拍完了这部戏 他完全没想到 他内心拒绝拍摄的这部作品 竟然为他迎来了机会 当时被誉为香港鬼才的 泰迪罗宾看到 梅艳芳跟张国荣合作的 《胭脂寇》大麦 就想复制 那个时候的香港影坛就是这样 只要有一部作品大麦 立马就会推出类似的作品 这一方面 王金是最擅长的了 泰迪罗宾当时打算拍摄的影片 叫《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他邀请善利文出演片中的 西门庆这个角色 当时 无数男人心中的女神 王祖贤饰演的是潘金莲 在这部作品中 善利文充分利用了自己 与生俱来的骚气 把西门庆身上的风骚气质 给彻底演了出来 这部作品大麦后 善利文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也知道了自己的戏路 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他拼命拍摄各种各样的风月片 在拍过的那么多角色中 西门庆这个角色跟他最有缘 这么多年来 他一共出演了五次 靠着西门庆这个角色 活起来的他 还获得了西门庆专业护的称号 善利文的演技更是没得说 他演的西门庆 每次给我们的感觉都不同 风骚邪魅 狠辣等等 每一种性格都被他拿捏得恰到好处 演了五次 呈现出了五个不同的西门庆 成名后 善利文开始转型 拍的很多证据都得到了观众认可 例如成龙的《城市猎人》中搞怪夸张的表哥 杜霞中阴险狡诈的侯赛因 千岁情人中的不死情人 迎战等等这些角色 都被他塑造得很好 善利文用这一个又一个的角色 向观众证明了 他是一位有演技的实力派演员 可惜 因为他在风月片中的表现太过突出 尤其是饰演的西门庆这个角色 成了刻在观众脑子里的形象 以至于所有人都忽略了他的演技 很多人还忽略了善利文的颜值 我们抛开善利文演过的那些风月片 光看他的颜值就会发现 他的长相并不差 说是美男子也不为过 而且除了演戏以外 他还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 曾被誉为香港第一贝斯手 又会唱歌又懂音乐 让善利文年轻时 一度成无数少女心中的男神 就连我们熟悉的天后梅艳芳也不例外 而且他和善利文还有过一段短情 梅艳芳刚出道的时候 就已经和善利文认识 当年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时 他演唱的《风的季节》这首歌的伴奏 正是善利文演奏的 和善利文认识后 梅艳芳被善利文身上的气质 给深深吸引 加上他们在音乐方面 有过多次合作 郎才女貌的两人 很快就打得火热 可惜的是 当时善利文的发展 和梅艳芳相差太大 而他自身又是个 比较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在这种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 两人的感情注定走不长久 两人分手后 梅艳芳曾在回忆起 他们的感情时就透露 他倔强个性很强 两人闹矛盾冷战过一段时间 后来没有联系 就自然分手了 和美艳芳分开没多久 感情尚受挫的善利文 还失去了一段珍贵的友谊 当时事业正如日巅峰的 黄家居 在日本演出时 意外从高台坠落 虽然及时送去了医院 但最终还是抢救无效 英年早逝 善利文和黄家居是关系 非常好的朋友 两人同时期出档 而且都深爱音乐 当年他和黄家居 一度成为了 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黄家居去世之前 善利文还在媒体面前说 跟我关系最好的人 是黄家居 两人情同手足 黄家居出世后 他一直忙前忙后 为对方打理一切 在黄家居出病的那天 他还成了黄家居的 台官福利人之一 后来每逢黄家居的忌日 他都会发文缅怀对方 两人的兄弟情义 可谓是感天动地 接连在感情和友情上面 受挫的善利文 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开始 新的交际 直到1997年 他遇到了女歌手 胡贝卫后才有了改变 胡贝卫是上个世纪90年代 活跃在香港乐坛的一位 女歌手 年轻时一度被称为 王妃的接班人 可惜的是 王妃这么多年来 依然活跃在娱乐圈 胡贝卫自然也没能大红大紫 善利文和胡贝卫认识后 奉行不婚主义的两人非常投缘 很快就陷入了热恋 不过随着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 说好不结婚的两人也转变了心态 2008年3月 已经相爱11年的他们 结束了爱情长跑 正式成了一对夫妻 他们的这场婚礼 办得声势浩大 在香港爬马地会私人会所 摆了15桌宴席 请了各自的群众好友 来见证他们的幸福 结婚时 善利文已经49岁 她的小娇妻只有36岁 两人足足相差了13岁 可尽管如此 多年的爱情长跑 早就将二人磨合成了不可或缺的一对 如今二人结婚已经十多年 始终恩爱如初的他们 依旧过得和当年热恋期的时候一样甜蜜 唯一遗憾的就是始终没有迎来属于他们的孩子 结婚后 善利文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庭上 舍弃了让她一战成名的风月片 也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最近这些年她已经很少出演新的影视剧作品 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音乐上面 之前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这档节目新起时 善利文还受邀搭档同样作为音乐人的好友梁俏博等人 在歌手的舞台干当绿叶 为选手们当贝斯手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后大变样的她还让很多人认不出来 直到大家看到善利文三个字时才想起是她 如今已经62岁的善利文 比起年轻时的风骚帅气 老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完全变了一番模样 看起来慈媚善目 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家庭和妻子身上的她 逐渐淡出了大众视线 和妻子两个人过上了二人世界的生活 她时不时会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一些生活动态 11月26日 善利文晒出了跟妻子的合照 夫妻二人看起来保养得不错 一点老态也没有 早年凭借风月片走红的善利文 最成功的角色就是西门庆 她饰演的西门庆这个角色 已经无人可以超越 而在现实生活中 疼爱老婆的善利文却和戏里形成了强烈反差 结婚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被曝光任何感情方面的绯闻 夫妻二人结婚多年 还能和热恋气一样相处 经常秀恩爱撒狗粮的他们 老夫老妻能做到这个地步 真的非常难得 因此从善利文的医生来看 无论是她在事业上的成就 或者是生活中的真实 她都是一位值得我们去尊重的艺人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余姐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